这两天股市朝下 势如破竹 那么会市朝上 气贯藏红 我们把它细称为叫绿野先宗 那么在这种时期呢 很多人涉及到买房或者卖房 就相当的尴尬 有许多人觉得 我是不是应该在这个时候 即便这个市场不是很景气 但是我能趁这个机会把房子卖 现在还能赶上最后一个尾巴 许多人因为户籍放开的原因 在主要的大中心城市 房子其实还是可以卖 如果你想快速的成交的话 其实将一些价就可以 也有一些人在买房 对吧 对买房的朋友 如果确实需要买房自己住的话 其实不是不可能 都是可以的 但是你要先搞清楚一个问题 你有房子 或者说你马上去买一个房子 是吧 包括你新入籍一个城市 是不是就能确定 你在这个城市永久的拥有居住权 是不是能为自己的下一代 通过花点钱 办一个城市居民的身份 对未来即便进入计划经济体制 那么城乡两元化一直存在 是不是对孩子的未来有更多的帮助呢 关于这一点 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 其实更应该参照的 不是其他文明国家 而是参照中国历史上 曾经发生的故事 包括你可以参照一下 三胖的地盘 看人家是怎么干的 许多年前我们一直笑话 三胖 说这个大胖 二胖 三胖的世界 是中国的过去 现在我们看到好像不是 是吧 它是中国的未来 而且极有可能 中国因为 人太多 万一吃不饱的话 还扛不住 那三胖现在遇到了 十年来最大的粮食危机 但是 其他国家要是给它一点救援的话 它其实是可以活得过去的 中国呢 有哪个国家能够有这个能力 完全的救援整个中国 中国如果出现粮食危机 整个中国 就不可能有稳定 其他东西都可以开玩笑 这个不行 那么好了 有人说 即便出现粮食危机 是不是大城市要死保呢 即便是三年自然灾害期间 北京上海总没有饿死人吧 有一些老同志 退休下来 离休下来 他们一直在跟自己的孩子们说 北上广没有饿死过人 尤其是北京 人们虽然吃不饱 但是革命斗志昂扬 没有听说谁别饿死 至于郊县 至于河北 与他们接扰的这些地方 那就跟他们五官 对吧 我们看到有很多人 都是这样 来理解这个世界 他们觉得 他们自己没有遇到的事 就当没有发生过 其实即便是在北上过 也不是完全安全 中共建政以后 已经出现过 五次或者说六次 大的人口疏散 我们看到的这个 北京搞的这个 驱逐低端人口 它已经在全国大中型城市 开始一年多了 你能说它不是一次 人口疏散吗 前面有五次 第一次是三年自然灾害期间 建国以后 因为人们大量的涌入城市 到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期间 出现了第一次大型的人口疏散 从城市疏散到乡村 第二次呢 第二次是四清黑五类 三年自然灾害之后的一个调整 也是靠疏散城市 富裕人和 那么第三次是文革期间 很少一切地修法 很少一切流鬼舍贼 是吧 这个大家都应该知道 第四次呢 五期干校和上山下乡 知识青年下乡活动 这也涉及到一千多万人 这是我们已知的人口疏散比例 最大的一次 那么第五次是备战备荒 为人民 是吧 你以为你有了一个城市后客 你买了一套城市的房子 哪怕是你祖上 传给你的 分给你的 你觉得你就是一个城市居民了吗 没有 这个国家就是这么搞笑 他连人民都是一个政治词汇 什么时候你不属于人民了 不是你说了算 是他说了算 那么好了 看一下三胖 就知道你的未来 三胖在平壤 进行了很多次 人口疏散 最后一次我们看到的是2017年 因为美军的航母 正在逼近朝鲜半岛 三胖一次性的疏散了60万人口 到平壤的周边 以及平安道地区 几乎就是平壤 总人口的四分之一了 那么在平壤 那么好居住吗 通过各式各样的政治清洗 他已经把所有的不安定因素 清除去了 在这种情况下 他还在不断地清洗 他有自己的宪法保卫局 他现在还在清理三种人 第一种是出身不好的 第二种 是对政局有威慈的 有私下埋怨 朝鲜现在互相还在搞举报 第三个就是有残疾的 是吧 影响首都的形象 所以在平壤这样的城市 它就是未来中国首都的模板 千万不要认为 你有一个城市的后壳 你有一个城市里面的房子 哪怕再大 他都不能保障你的安全 在这个制度下 其实没有任何人是安全的 更不要迷信金钱 地位 房子 说到底 这些东西都是可以随时改变的 一定要认清楚 自己在这个社会中 你处于哪一个层级 你是不是 这个统治团队需要 而且你还将继续维持 你目前的政治地位 其实所有的一切 都来源于政治立场 如果你不想与国同修 你在哪一个城市 都不是绝对安全的 这不是谁来当主席的问题 只要这个制度不变 对谁都一样 没有人 在现实的中国 是永久安全的 谢谢大家 再见